杜拜世界杯子賽馬日,勝方回顧 騎練成績和你大點完 嘩,好開心 這麼多朱古力肥死你 你也知道自己 不,不… 有報道說 吃朱古力不僅不會肥 而且還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一個星期吃動五天 還可以幫助減肥 怎麼那麼好 不要說那麼多 現在快點一邊吃朱古力 一邊看杜拜世界杯賽馬的戰果 上星期六舉行的杜拜世界杯賽馬日 焦點當然是全球獎金最高的杜拜世界杯 結果由高多芬馬房的蒙泰羅索 勇奪冠軍 而我們港隊成績都不錯 時尚風彩和天狗分別在亞橋斯短途錦標 和杜拜金山軒錦標奪得貴軍 希望他們以後繼續努力 吃了 吃朱古力真的夠甜蜜了 而且吃完也會開心一點 請你吃 不用了 我堂堂帶男人 不會因為你少少甜頭而開心 那你靠什麼 靠真正的過程 和勝利之後的興奮感覺 所以呢 他們很開心 請你吃 踏入四月份 賽奇已經進行了一大半 又是時候看看騎鏈現在的成績 先講騎士 在排行榜上 暫時領先的是81場頭馬的偉達 遠遠拋離第二位 41場頭馬的潘頓 認真厲害 至於廉馬斯方面 暫時高居排行榜第一位的就是蔡若翰 他有56場球馬 第二位就是37場球馬的高東里 下星期一沙田有日菜 一於到時再鬥過 劉英你不要再吃了 為什麼 朱古力是不會肥的 但是太甜了 我有其他對更好的甜頭比你 你聽著 有毒的 接下來星期二 將會舉行六合彩復活節 金多寶教主 如果十元一月讀中頭獎 獎金估計高達四千五百萬 是歷來最高的復活節 金多寶獎金 大家記住千萬不要錯過 唉 為什麼無緣無故這麼苦 有些若有所失 你知道了 接下來星期三晚和星期六日 都沒有罵飽 要等整個星期 很苦 不苦 好,而且就當我為了下個星期一 沙田日菜而養蒸粗醉 這麼多朱古力請你吃一粒 讓你醒神一下